咖啡再加這個油炸鬼究竟是什麼味道呢 由於我們的不是旅遊特輯 我對食物沒有什麼要求 不過只不過想告訴大家 鹹毛炸人地道的早餐是什麼 今天我們會在這間中式火鍋吃東西 在柬埔寨吃火鍋 我也是第一次 究竟是不是真的這麼中式呢 那就真的要試試才知道 這間中式的餐廳其實也不便宜 我們看看午餐肉 午餐肉是6.6美金 即是養了大概接近48元 另一邊的香菜豬肉丸 8.8元 即是七十多元 其實跟香港的價錢都真的差不多 好了 這一頓飯呢 我們就151元 我們就151元 約1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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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15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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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跟香港的價錢都差不多 其實跟香港的價錢都差不多 好了 現在我們先吃了第一個早餐 第一個早餐 是白色麵包 混合牛腩 不是咖喱 這個是牛腩 OK 然後還有這個 一個 的 鹽毛寨的叉燒飯 這個就是 咖啡 再加這個 油炸鬼 究竟是什麼味道呢 由於這個 我們的 不是旅遊特輯 其實我對食沒有什麼要求的 不過只不過想告訴大家 鹽毛寨人 地道的早餐 是什麼 整件事很奇怪 很奇怪 就是 咖啡 這個 旅遊特輯 真的很奇怪 那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鹹煎餅 又試一下是什麼 這個反而挺有趣 那下次大家 過來今邊吃早餐 就可以叫這個 牛腩汁 再加這個 法式麵包 咖啡 這個 油炸鬼 然後再加這個 鹹煎餅 OK 那吃完這個 減蠔寨的早餐 OK 三個人 我們吃了這一堆東西 都其實都很飽的了 成為呢 就是這個 三萬七千元的稅耳 就是等於這個 美金 十元美金 就是港幣大概 八十元左右 都不是說很貴 都很正常 但是 都非常之飽的了 都已經是 好 到達現在 這個中午的時間 那又是吃東西的時間 那今天我們吃些什麼呢 OK 就是我後面這一間 轉頭拍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們今天吃些什麼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們呢 就去吃這個 柬埔寨的粉麵 是什麼來的呢 在廚房 給大家看看 有些什麼 好了 今天呢 我們就吃一下這個 金邊的海鮮餐 都 都幾有 都幾地道 都幾有風味